- 鬼之切入Genobeliz宣布退休 你好我是江寧 今天要討論的是鬼之切入Genobeliz宣布退休 這個主題我們寫成文字稿 放在資訊欄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點看看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也別忘了喜歡並分享這部影片 更別忘了給我的頻道給我一個事實的鼓勵 接著讓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 首先我必须要先承认我不是马赤的球迷 但是当Ginobili宣布退休的这一刻 就算不是马赤的球迷 你也一定会相当的伤感 那昔日的这个GTP连线 Tim Duncan是退休了 Toni Park在今年夏天也跟黄蜂签约 而Ginobili在考虑许久之后也宣布退休 这代表着过去我们所熟悉的马赤队是真的再见 那对于这一点 不管你是不是马赤的球迷 一定都会伤感 因为这三名球员代表着一个时代 马赤虽然在99年就拿下NBA的冠军 但Ginobili是在02-03赛季加入NBA的 而Tony Park是在01-02赛季加入NBA 所以GTP三连组中 Tim Duncan是第一位拿下总冠军的 但是在Ginobili加入之后 马赤分别在03-05-07都拿下总冠军 而03年夺冠也是Ginobili加入NBA的第一个赛季 当年有个顺口令就是逢单数年马赤必夺冠 这当然是马赤队最辉煌的时刻 GTP三人组也正式成为联盟中最强大的组合 03年帮助马赤拿下冠军的球员除了蔡鸟年 鬼切Ginobili之外还有双塔石佛 Tim Duncan 海军上将David Robinson 天蝉角Bruce Bowen 还有史上三分球命中率最高也是目前勇士的总教练Steve Kerr 当然也包括法国小跑车Tony Parker 但这些球员在Ginobili宣布退休以后 没有人还穿着马赤的球衣 唯一还在NBA场上奔驰的是Tony Parker 但是他目前穿的是黄蜂的球衣了 所以Ginobili的退休对于马赤的球迷而言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即使你不是马赤的球迷你也一定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 逢单数年必夺冠的顺口溜好像不久前才发生 但回头看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所以伤感是难免的 特别是GTP三人组合力为马赤拿下四次的总冠军 那分别是03、05、07跟14年 而Ginobili不只是一名伟大的球员 更是一名很特别的球员 他的打法不同于NBA的节奏 因此有了鬼之切入的外号 而他也将另外一种节奏带进NBA 这就好像当年的Alan Everson将接球的打法带进NBA一样 再加上Ginobili他是一名左手的球员 所以很多动作当他完成的时候是更加分的 这也让球迷的印象更深刻 Ginobili是在0708赛季以场军19.5分4.8篮板4.5次主攻 拿下年度第六人的奖项 在0511年也都入选了全明星队 0708赛季跟1011赛季两次入选年度第三队 而事实上Ginobili在年度MVP票选上有两次进入前10名 分别是0708赛季跟1011赛季 而其中1011赛季更是MVP票选的第八名 挡在Ginobili前面的是最年轻MVP得主Darry Rose 还有LeBron James、Kobe Bryant等人 那从这我们就可以知道Ginobili的破坏力跟影响力 在Ginobili宣布退休之后 NBA只剩Dernovitsky跟Vince Carter两名超过40岁的球员还在奋战 而不同于半能半神的Vince Carter Ginobili跟Dernovitsky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幸运的 两位中期医生不只都拿下过冠军 也都分别在一支球队从一而终 Dernovitsky的职业生涯20个赛季都穿着小牛的球衣 而Ginobili职业生涯16个赛季也都奉献给马赤队 所以此时此刻不管你是不是马赤的球迷 你都应该为了Ginobili而感到骄傲 新的赛季马赤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马赤了 Tony Parker去了黄蜂 而原本球队的接班人Kowalina也被交易制暴龙 而在这个交易案中也将Danny Green一起打包送走 如今四冠元老Ginobili宣布退休 新的赛季将由乾隆王滴滴亚带领着马赤队继续在西区奋战 场边虽然坐着依然熟悉的Gren Popovich 但场上的球员却都不是熟悉的马赤球员了 球员总会有退休的一天 球员也会有穿着其他球队球衣的一天 那些美好跟熟悉的回忆就放在球迷的心中吧 那谢谢Ginobili 谢谢Tim Duncan 谢谢Tony Parker的GTB三人组 因为有你们才有马赤辉煌的战绩 那虽然你们都不再穿着马赤的球衣在场上奔驰了 但球迷会永远记得你们的一切 那Ginobili谢谢你 熟悉的马赤 再见咯 那影片的最后我想要讲的是 这个时间点对球迷来说都是比较伤感的 因为往事只能成回忆对吧 但NBA跟人生都是如此 只会往前却不会回头 那NBA也一直会有更优秀的球员在场上奔驰着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跟寻找下一位我们自己喜欢的球员吧 OK 好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喜欢你的影片 觉得影片做得很用心 别忘了一下喜欢并有的频道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有空我对预伙有付哦 那今天就这样子咯 我是Johnny 我们下次见 拜拜哦